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麦子商城的项目制作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课件 我们这一讲主要给大家搭建的是整个手页面的框架 手页面模块我们在上一节在整体介绍当中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总体框架的搭建我们主要是基于的是DiV加CSS盒子变成模型 DiV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容器标签CSS 它实际上是一个像这个样式表通过样式来修饰这个DiV盒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3D模型 3D模型 那这个3D模型呢这里看起来可能会比较的抽象 我们呢先来看平面模型 那么这里 DiV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呢就是一个DiV的盒子 DiV的一个盒子呢它有边框有Border 边框呢它有对应的外间距Mansion 有内间距Punding用来填充 还有在这个盒子里面呢会有内容Content 好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盒子呢进行这个设计 比如这个盒子里面呢还可以嵌套盒子 好然后盒子里面可以嵌套小盒子 那这就是一种盒子模型 那么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3D模型 那3D模型呢 比如说这个 这就是一个DiV容器 DiV容器 那外层呢是边框 我们给它设计它的样式 可以通过Border属性来设计 然后它里面呢 这里呢可以通过Pudding属性 Pudding属性 来给它设置它内部的间距 内部的间距 然后它里面呢下一层呢 可以设计它的这个Bugground Imaging 就是这个背景图片 然后背景图片的最下面这一层呢 是用来设计这个背景颜色 好那么最后一层呢是Margin 就是用来设计它的这个外部间距 这是它的一个3D的盒子模型 好那么我们这里呢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 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网页的一个基本的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是就是很多网站的这个网页的结构 大体呢可以分为那么几种 上中下结构 那么这一个它中间呢又分为了左右结构 那有些呢就直接左中右 或者右边和左边分开 那么这几种结构 那么这几种结构呢都是可以通过DAV进行搭建的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大的DAV容器 然后呢在这个容器上面呢 放了一个啊这个DAV容器 中间呢放了一个DAV容器 下边呢放了一个DAV容器 然后中间这个DAV的这个盒子里面 我们把容器可以理解为盒子 然后中间这个盒子里面呢 又放了左边一个和右边啊一个啊DAV 我们在划分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那这里通过DAV来布局它的整个容器盒子 然后最外层呢是Body容器 这是我们的这个网页的一个啊最顶级的容器 然后里面呢我们用DAV呢 构建一个Contentor的一个容器 然后在Contentor里面呢 我们又可以给它放一个啊 这个容器作为它的头部 然后PageBody就是我们这个容器的啊 网站的这个页面的啊身体部分 就中间的主体部分 然后还有Footer就是它的下部分 啊就是头啊身体脚啊 分为上中下 然后中间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啊 Side Bar or Main Boy 就是我们的这个左边的这个这个条 还有啊主体的这个啊中间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一种划分 这样说起来呢可能会有点抽象 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际的案例 我们可以呢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比如说这个啊 这里我们就建一个首页面 建一个首页面 我们首先根据啊咱们这个效果图啊 根据咱们这个效果图啊 那么这里的这个效果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从这个主体上把它分为啊 头部啊中间 还有呢底部 还有呢底部这三个大的部分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body这个顶级容器里面啊 给它放一个大的容器 作为一个主体容器 那么这个主体容器呢我们后边呢就可以 来控制它的整体样式啊 container ok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们把它这个主体部分呢 再分为上 中 下 三个啊三个容器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ID 啊比如说这个 配接错 ID 这个是页面的body部分啊 body部分也就是主容器的部分 然后呢 这个是 配接 port 底部啊底部 那么我们可以呢对我们这个容器呢 给它先设计一个样式表 style style 这里写个type ok 那这个样式表呢我们写的啊非常的 这个简单 这里我们可以先给它加上一个样式 因为这里呢使用的是ID来设计的样式 所以 我们这里呢就可以使用这个警号啊 加上这个样式的名称ID的名称 来给它定义 比如说我们这个主容器 我们可以呢根据效果图啊 来看一下它的宽度 那这个宽度呢 呃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呃 问我们的这个美工啊 或者呢你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啊 容器当中 这里呢有个 这里呢有个 有个这个fireworks 或者有的同学呢可能使用这个whoeshop 啊 都可以 啊都可以 那在这个里面打开啊 在这个啊 里面打开 这个直接非常简单 直接把它拖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然后你按住 Ctrl加1 Ctrl加1 那就可以得到啊 这个网页整个的宽度 那这个整个宽度呢 呃 我们这里要测呢 是这个中间部分 主体部分的宽度 你可以通过这个切图工具 这里呢大致的亮一下 一般呢是980左右 啊 983 实际上我们这里呢 用980就可以了 啊 980px 那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容器啊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 比如加一个背景色 Background Canon 这个颜色呢 我们使用一个非常浅的灰色 那这个背景色我们后边呢 会给它去掉 然后这个是头部 头部的宽度 我们这里呢就不给它设了 因为它会自动的默认为 这个它 这个顶级容器 它的这个容器的宽度 那你可以呢 给它设一个啊 高度 比如说最小高度为100 然后呢我要看到它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给它加个边框 哦 加个边框 比如说这里呢 给它使用一个绿色的啊 实现的 一个像素的边框啊 Border 那么同样的PageBody PageBody 我们也可以呢 给它加上一个啊 MineHeight MineHeight最小的高度 有600个像素 那么我们这个网页的高度呢 肯定是不止600的 所以呢 我们后边呢 还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 来去掉这个 这个高度啊 那还有Folter Folter 那么这个 我们先给它设计几个简单的啊 大家呢可以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吧 那这里 那这里大家可以呢 在这个浏览器当中浏览 选择其中的一个浏览器 进行浏览 那得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 很显的 那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 呃 现在保存CounterS进行保存 然后呢 再来刷新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构 布局 那么我们可以使这个容器 首先要居中 那么怎么才能让它居中 OK 那么我们这个背景呢 颜色我们先把它去掉 这里可以 不要这个背景颜色 当然使这个容器居中呢 可能有的同学说 我们可不可以使用TexelLine呢 TexelLine可不可以 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背景颜色我们去掉以后 如果使用TexelLine的话 它并没有居中 啊 那么我们如果在里面 随便放一个文字 啊 放一个字母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怎样的效果 好 它实际上是让这个文字居中了 哈 大家注意了 TexelLine呢 这里实际上是让文字居中 我们这里让容器 相对于它的负容器居中 啊 它负容器的是body容器 那么我们这里呢 应该使用Manging Manging 这个标签 就是设置 这个容器的外部间距 这个外部间距呢 有上 啊 右 下 左 啊 上右下 左是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来计计设置 那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设置上下 和左右 只要设置两个值就可以了 上 我们可以设置为0 PX 左和右 设置为Ultra Ultra呢 这里是自动的意思 我们来刷新一下 它这里呢 就居中了 对吧 那接下来 大家会发现 我们这个 呃 容器 它具这个 负容器 就是它的body容器 那上面呢 会有一个这个白色的 这个边框 白色的部分 那我们看效果图当中呢 实际上是没有的 啊 效果图当中实际上是没有的 它是直接顶到上面去了 那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理 那这里我们可以 在 body容器当中 就是我们的这个body body容器当中 可以给它设置一个manging 为0PX 判定 为0PX 那么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来看一下 是不是啊 就去掉这个白色的 这个边框 也是说 使得这个body容器 去掉它的外部间距和内部间距 那现在一个整体的 基本的结构呢 就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效果图当中 对于中间部分 中间主体部分 它实际上分为的是一个 左 啊 左 中 右的一个基本结构 那么 左边呢 它放的一些是信息条 比如说用户信息 啊 分类信息 啊 最右边呢 放的是新闻 啊 客户 还有呢 就是分类商品 推荐商品等等 好 那么这个是信息条 中间部分呢 是对商品的一个基本展示 比如说有推荐商品 热卖商品 特价商品等等 还有最新商品 那么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对于这个网站的结构 我们可以呢 使用左中右的结构 也就是中间部分呢 我们可以来给它放三个容器 啊 这个是中间部分 放三个容器 那么这三个容器呢 分别代表的是左中右结构 看一下 OK OK 那这里呢 我们为了啊 后边呢 更清晰的去看到它的组织架构 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上一个注石 啊 就是网站 头部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为了节省时间 这个呢 是网站 中间 主体 主体部分 好 下边呢 这里是 这网站的底部 网站底部 网站的中间部分呢 我们分为了网站的 左中右的一个基本结构 啊 啊 左 啊 还有中间 右边 这里呢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注石 哦 中啊 这里呢 是 右 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写这个DAV标签的时候 一定要一对一对的写啊 一对一对的写啊 一对一对写 那这里呢 同样的我们给它加上一个ID 这里我们给它加上一个啊 这个 这个 Left 这个B-Left 代表的是Body的左边不分 然后Body的中间不分 Body的右边不分 那这里呢 可以给它加改一下 B的 这个呢 这个呢 是Write 好 同样的 你可以呢 在这里给它加上一个 样式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样式 这个是左边不分 啊 左边不分 那么 那么 这里呢 为了看到它的效果呢 我们可以 根据效果图 来测量一下 它的宽度 哦 它的宽度 那它的宽度呢 大概是195啊 啊 195的个像素 那么可以呢 在这里给它加上Vilus 这个宽度 195个像素 那为了看到它的 边框 效果 我们可以呢 先给它加上一个 啊 颜色 Red 加上一个颜色 比如说 这个显蓝色 一个像素 让大家呢 这里刷新一下 那就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效果 但是呢 因为没有给它说高度 所以呢 它这里看不到它高度 那因为它对应的 这个Left 它对应的这个容器呢 是中间主体部分 而中间主体部分呢 我们给它设的 min-height为600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给它设一个min-height为600 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 啊 这中间的主体部分 那么对于 那么对于右边啊 这个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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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反正可以给它加上一个样式 我们把这个呢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这里呢 把这个宽度呢 需要进行一个实际的修改 宽度 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 来简单的测量一下 大概是582 582个像素 改成 500 82 好 那么颜色呢 也可以呢 用一个黑色嘛 就是黑色 我们看它现在效果是怎样的哈 好 它是 直接跑到这边来了 看没有 跑到这边来了 然后还有 就是它的右边部分 右边部分呢 和左边部分呢 这里呢 它的宽度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部分和左边部分的宽度 基本相同 你看它大概是多少 197 在这里 去掉这里大概两个像素 实际上差不多还是195个像素 这里我们又画的有点宽 有点宽 这里还是195个像素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那么这个布局呢 感觉非常的凌乱 是不是 那其原因呢 非常简单 那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左中右的排列 那这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float neft 对它进行一个左中右的排列 floatneft是设置这三个容器呢为浮动 并且呢 并且呢向左靠斜 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基本效果 好 那现在基本效果呢就是这样的 左边中间右边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中间的这个宽度 中间的宽度 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OK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设计的底部的这个容器 它跑到这上面来了 跑到这上面来了 肯定是这里呢 告诉大家啊 为什么会跑到上面来 是因为因为这三个盒子呢 我们都让它浮动起来了 浮动起来了 那么这个盒子呢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沿着这个浮动呢 继续 也就是说这三个盒子啊 脱离了这个文档流的约束 然后呢它就直接就跑到上面去了 这个叫浮动的延续性 那这里呢为了解决这个浮动延续性呢 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盒子 就下面这个盒子里面 给它加一个 加一个clear pose 就是去掉啊 清除啊 这个上面浮动给它带来的影响 OK 那下面 现在呢这个盒子呢就下来了 那么中间呢 这里为什么还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间这几个盒子的样式 它是怎样的 中间呢 这里 这里是 be left be right heat body 那这里呢实际上我们把它标错了 应该是be me的 be me的 也就是说大家呢 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 要学会去分析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呢 我们要学会去修改这个程序当中 出现的错误 或者呢 bug 好了 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呢 解决了 我们再来呢 刷新一下 OK 那么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左中右的结构 就实现了 那么有同学说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他刚才呢在这里定义宽度的时候 随便定义了几个宽度 比如说定义了600 这里 这里并不是582 而是600 那我们看 他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情况 OK 他这个盒子呢 就会被底下去 就会被这挤下去 挤下去 为什么呢 那么这里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 固定了这个容器的一个基本的宽度 基本的宽度 980 如果这三个盒子的宽度加起来超过了980的话 那么他就会被自动的挤下去 所以说我们在计算这个宽度的时候呢 你最好呢是 先测量一下 先测量一下 这个宽度 好 我们刷新一下 那么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呢 把这个首页的基本框架搭建出来了 那么这个基本框架 我们这里呢 全部加了边框的 但实际的效果图当中并没有边框 大家看一下 实际的效果图当中并没有边框 这里呢 我们后边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需要把这个边框去掉 同时呢 这个height meheight这里实际上也需要去掉 也需要去掉 那这个我们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然后再去改进就可以了 这一讲呢 我们实际上主要是让大家理解 这个首页的一个基本的布局结构 好 所以呢 我们采用了 给它加了边框 我们这整个结构和效果图是一致的 上中下 然后中间会有左中右的一个机密结构 好了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大家下来呢 可以根据我们这一讲所讲的内容 先把网站的这个基本的框架 先搭建起来 好 我们下一节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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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